聰明绝顶的人在社会上做事 是不是一定会成功 不一定 但是聰明绝顶 智商很高的人 再加上情绪智商也高的人 在社会上做事 是不是比较容易成功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什么叫做情绪智商 有情绪智商的人 第一 他可以知道了解自己的情绪 第二 他可以处理自己的情绪 第三 他还能够观察到别人的情绪 第四 他能够观察到别人的情绪以后 来因应别人的情绪 这样的智商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来学习 如果我们要学习的话 我们怎么来开始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三点 入门 第一 我要介绍的是 我们内在的思维 和我们外在的行为举止 甚至是命运 是有因果关系的 第二点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头脑的思维 人脑的思维 可以用电脑来做一个比喻 第三点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所做的选择 我们自己是有选择权利的 我们现在就从第一点来跟大家介绍 第一点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有十万个念头 这个念头会让我们发出言语 这个念头有个言语以后呢 让我们改变成行为 行为做久了以后就变成一个习惯 习惯 很多种习惯加起来 一个人有不同的习惯加起来 就产生这个人的性格 性格就导致我们这个人生的命运 也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 这中间是有绝对的因果关系的 中间的启发点就是思想 是我们看不见的 但是思想之外的其他这些都是显现 所以我们看得见 这些显现的都是由我们思想启动 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思想是从人脑进来的 人脑里面怎么处理事情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电脑来做个比喻 电脑有输入 储存和输出 三个部分 那我们人脑是比喻就 电脑里面储存的部分 但是这储存 其他的人是看不见的 我们把它叫做潜意识 这个潜意识是怎么产生 怎么输入的呢 是平常日常生活中间 我们经过我们双眼所看到的事情 双眼所听到的事情 和我们脑子里面想的事情 和我们身体所感觉到的事情 经过处理以后 把它做成一个结论 把这个结论存到脑子里面 存到潜意识里面去存起来 这个就变成我们的潜意识 所以潜意识是经过有形的东西 输入以后才变成 但是我们在做出行动 或者讲出话之前 我们是怎么产生 脑子里面的输出的呢 输出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创造性的潜意识 当你碰到另外一个人 念你好或者骂你一句 你要用手反应的时候 脑子里面就会到你的储藏库里面 去找到一些资料来选择 然后来决定你要怎么因应 当你还没讲出话之前 脑子里面在动 这个输出已经产生了 我们創造性的潜意识已经产生 已经有新想法 但是只有言语发出来 行动出来的时候 才有外潜的行动 好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一点 既然我们输入和输出都很重要 我们在什么地方 能够增加我们的EQ 来改变我们的人生呢 就是我们要从想法来起 想法是怎么样 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选择心态的自由 有一个人除了天生父母生下来我们 我们不能选择父母 不能选择兄弟姐妹之外 其他的都是可以选择的 可以选择你要嫁哪一个人 去哪一个人 你要选择进哪个大学 你要选择今天要不要来参加这场演讲 或者等一下你要不要不高兴 早一点站起来整掉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选择 但是选择有两种 一种是正面积极乐观的选择 另外一种是非观的选择 就像电脑一样 如果我们把正面的东西摆进去 它就会产生正面的结果 当我们把负面的东西摆进去了 它就会产生负面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要用EQ的方式来改变人生 就是我们怎么样要在选择的时候 尽量用乐观积极的方式来做选择 那么再回来我们就想到 在刚才跟大家报告过 思想和后面的这段都有因应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很小心的 我们在想什么 在讲言语的方面 我们要做非常仔细的选择 选择你的言语 然后在结果方面 要做你的了解 要了解你的行为 在习惯方面 要分析你的习惯 这中间如果你觉得要有改的 就当思想的人愿去改变 然后性格呢 更是我们要修炼我们的性格 这样才能够导致我们美好的人生 所以在这个有因果关系的 我们如果能够改变想法改变做法 我们就可以改变命运和改变人生 在接下来 我们怎么样能够选择 在选择的方面 我们没有办法预值明天 但是我们可以掌握今天 这是一个原则 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明天的天气会如何 但是我们可以掌握我们自己的心境 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别人 但是我们可以掌握自己 在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 试试胜利 但是我们可以试试尽力 最后最重要的 我们没有办法来决定我们人生的长度 但是我们可以来加强我们人生的宽度 所以各位会友 各位贵宾 我们要用EQ的方式来增进我们人生幸福的话 请大家就用乐观积极的态度 来改变我们的想法 改变我们所有的行为 然后来创造我们快乐的人生 各位好 今天恭喜你 做一个很完整 很精闻的一个演讲 大家从这篇事实上学到了蛮多 别人可能我们注意到的 也可能不是很清楚的一些知识 你在这篇短短五分钟的演讲 让我们了解了 那我们上次的题目是改变思想 改变人生 孙公先生先生说过 是知难行义 凡事看别人做简单 但自己要动到自己的行为 觉悟 你必须要去了解 为什么 所以你先要发布大家知道 说no why 再讲no but 所以你在这篇演讲里面 告诉我们透过思想 透过行为 透过一些转变 改变自己的人生 跟自己的命运 非常通平的演讲的主题 大致上在这方面 让我们去得到一个蛮深刻的认识 可是在整个 整个影响我们也很清楚 今天就透过一个所谓的 那个简报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现在在这个简报的方式 是比较属于技术性的一个演讲 我们现在我们都拿了三个层面 第一个叫做 说明 我们现在说明清楚 的确这篇演讲 我们说明了很多 有关于思想的重点 思想改变的一些过程 但我们现在拿到第二个重点是什么 第二个重点是要是说服 说服大家牵涉你的想法 因为这当你听懂了 你当你听进去了 你才能够产生第三件事情 鼓励大家要有行动 所以一般的一个简报性演讲 我们希望有什么样 你几个结构 说明 说服 鼓励大家有所行动 那尤其你这一篇 是比较技术性的演讲 应该达到第三个部分 所以我们这边来看 我们看到几件事情 以整个内容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 你太着重在前面的说明的部分 说明什么思想啊 什么是行为啊这些 但是 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你没有办法 再放免多点的时间 在后面去说服大家 透过小故事 透过实证 说服大家 所以我们那种机遇的方式 鼓励大家采取一些应有的行为 要是该如何去做 当然我在整天演讲来看 你的语调的部分 其实是蛮平稳的 但是有点点颤抖 看来是有点紧张 像我现在一样 对着这支有点颤抖 但还不错 狭不演员 那我希望能够多一点什么 多点你的所谓的那种语调的变化 再来你肢体的部分 既然是演讲 就要创造几个部分 第一个 在演讲主题的时候 站在旁边 这条主题 但是要普通说明的时候 你可以移动你的步伐 在这边 让我们大家看到你 这样才会怎么样 大家的视觉才会有所调整 脑筋才会去做一些转变 所以在整个部分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你的结构 你的内容 你演讲的方式 尸体 演讲语言的部分 让你给你这些建议 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些调整的改变 不过 我们很清楚 基本上呢 我们知道说 整个人生 你告诉我们大家 选择你的人生 选择你的知识 要乐观 这个乐观的选择 你才可以是乐观的面对 你选择后的结果 并告诉大家说 我们人不要战斧今天 我不要那个民婚的骨头 但是来我们要住 我们要扛冲我们的今天 同时来不要管 要来人生长度数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决定 但是来你可以决定 你人生的宽度 不管怎么样 今天整天你讲不错 谢谢 希望你们能够来听到 你们下期的演讲 谢谢 我要改变 我的想法 顾满各位说 上个礼拜我跟我的朋友分手了 直到刚刚我听完 韦平会有的演讲 我才真正的有一些启示 有一些启发 甚至有一些改变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演讲 它具有演讲的价值 因为它可以让我有所改变 在整个演讲里面 它开始 它就有一个延续抛两个问题 迅速把我们带入 整个演讲的主题 然后也迅速抓住 我们的听众的注意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然而进入本文部分 它非常的有组织 有条理 一步的一步的跟我们讲 什么是EQ 讲四个 观察自己 观察别人 然后再接下来进入三个步骤 内在的思维 怎么样影响我们外在的行为 内在思维 如何用PC来做模拟 进而来做一些改变 我觉得在本文部分 组织都非常好 然后在结尾部分 它也试图的去激励我们 试着要我们从十万个念头里面 去筛选一些正向的思考 让我们可以进而改变我们的行为 改变我们的习惯 所以整理来看 我觉得这是一篇具有非常有演讲价值的演讲 改变了我很多 所以我刚刚会非常开心 因为我要开始改变我情况 然而在这里面呢 我发现还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第一点 跟内容部分 我觉得如果说你可以用 加上一些自己的故事 相信会更具有一些说服力 比如说拿我来做例子 我要怎么样改变我 被女朋友抛弃的情况 第一个 因为他失去了一个爱他的人 但是我失去了一个不爱我的人 这就是一个非常正面性 所以这是一个有可以懂物质故事 而且是用自己亲身体验的 相信会具有非常说服力 第二点呢 你在模拟PC的时候 因为有些 这有点专业术语 在比如说记忆体的部分 可能有些会有他会听不懂 到底什么是PC的记忆体 可以让你的演讲的效果 会有一些打折扣 这个可以用 用办一种其他说法会更好 另外在表达技巧部分 你在图影片的使用 我发现这个因为灯光没有关 所以说我们做到后座的时候 有些图影片自我看不到 所以这样子会变成就是说 你演讲效果会打折扣 这个是比较不好的 比如说你可以事先 先来模拟一下 到底如果这灯光关掉的话 后面的人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可以兼顾全场听众 相信这个演讲效果会更好 另外一点 在目光接触的部分 我发现刚刚时都只看这一边 他只有到后面的时候 才有看这边 但我觉得你这地方 可以再加强 总而言之 我觉得一片好的演讲 就是可以影响 听众的心 影响听众的思维 我相信韦平会有做到 改变思想就改变人生 改变思想就改变人生 韦平啊 这个这个憎恨的题目 你还没有听啊 光看这个题目 你就要成功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要非常恭喜韦平 你这个题目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啊 我们都成功了 我们都一向成功了 韦平今天这个题目呢 他从改变思想就改变人生下去谈 当然我们现在在讲 AQ EQ 还有什么MQ 还有什么的Q的 问题呢 他今天就用在他的EQ 如果EQ有多大呢 EQ有多少呢 什么又叫做EQ呢 你就听他维平慢慢的到来 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从知道自己 改变自己 最后要因应自己 就比我讲到 我们的头脑 因为你的头脑 就改变你的言语 因为言语 就改变你的行为 因为你的行为 就改变你的什么 意义跟人格 跟性格 所以他这个整个年轻来讲 他现在前面 第一个 选得非常的优秀 第一个 内容非常的充实 第三个 他讲得非常的智障 因为啊 你们看他 拼拼而来 他的道具 也选用的 非常的好 可是呢 尾萍我要告诉你 一品品的建议 你今天 用紙的时候 这场这么多人 哪个地方 是智商 哪个地方是EQ 哪个地方是XQ 哪个地方是XQ 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今天能够弄个指挥笔 万一你让他带指挥笔 没关系 我们车上都会认知笔 请你靠近这边 让大家指挥一下 我们就会非常清楚了 所以呢 我听给你的小小的建议 下一次 你的道具 准备得非常充分 希望你能够 再准备一支 指挥笔 第二个 你这个题目这么震撼 我相信在座本 全面都希望成功 你可以接近人群 我看 你能够成功吗 你能够成功吗 是的 每个人都要成功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只会 走到我们的人群里面 问问大家 是不是愿意成功 我相信 你这个互动能力 非常非常的优秀 会对你的影响是有加分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评来讲 改变你的思想 就能够改变你的人生 他的最后节语 讲得非常的好 能不能改变天气 多什么天气 就是这么热 可是呢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 我们不如世事修理 我也很紧张 可是呢 我世事继绿 我就是要继绿 为我们乐超高 尽一顿修理 在这次的讲语 不关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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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